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巴去旅遊 也就是說找一些中年人 他們對於人文 地理 歷史 人事物 有特別的親近 而且他們講起來更有趣 所以今天我請到 這所有的行腳節目當中 兩位很重要的主持人 這兩位可是世界各地 或者是台灣各地方都去過了 我們歡迎這個最強的欧巴 台智園補學廖 YES 参見聖皇太孤 名聲 小燕姐好 小燕姐好 好好的室內部都要跑到外面去 事外空氣新鮮 體力可以嗎 還行 沒問題 這個普學長你不要講 除了舞台劇 你可以一演兩三百場以外 這個也是在各地演 對 我發現你做節目都是跟外景有關 對 我喜歡往外跑 對 家裡面好像不夠溫暖 沒有 開玩笑 沒有在外面跑真的是可以 他敢這樣講 他講的跟我想是一樣 我覺得欧巴都有一種心情 有人出錢讓你們去玩 而且你們還有錢賺 這事情實在太好 這個活兒太好了 老天爺賞飯吃 老天爺賞飯吃 我發現這個 這個普學長從你單車日記開始 騎腳 你看 優拜還沒有了 他就騎單車 就往外衝了 就往外衝了 有人說我是那個行腳節目 算是鼻祖級的那種 鼻祖級的 那個時候騎單車去大陸各地方 一直到聖結石回來 是吧 有一次到雲南聖結石 到玉龍雪山的時候 可能就是喝水喝得不夠 不夠 山又比較高一點 要注意 高山真的不是開玩笑 後來這個當中 他還出了一次外景叫做 前往世界的盡頭 是個大節目 這個好 半年多的時間 跑了全世界12個國家 滿有意思的 12個國家 好棒 不可能去 累積的里程 都可以再換機票到其他國家去 太好了 現在他又做一個節目 這個節目是已經 行之有年了 18年了 18年的時間 在台灣的故事 正好看 人家都在講說 在台灣的故事 拍了18年 還能拍出一點花來嗎 沒錯 就他們第一集補學亮的時候 收視就創高點 那次收視不錯 很貫三代 沒有 希望長長久久 長長久久比較重要 那是沾大家的光 沾大家的光 我們都沒有去 不是 就是沾整個工作人員 還有我前面 前面有九任的主持人 他們累積了很多 累積了很多 很多忠實的觀眾 對 那台字眼更厲害 他不但是要跑出去玩 像什麼中藝玩很大 是 出國你才去 是 他們說你很大牌 沒有 那不是這樣 那不是 因為出國的津貼比較多一點 有出國津貼 真的嗎 有 大家來請坐請坐請坐 麥卡貝網路節目 他這個節目叫做 木曜四超玩 木曜四超玩 木曜就是星期四 星期四 木曜 這個玩法不太一樣 你是去做別人一日的工作對不對 其實就是等於是我去找工作 我去體驗各行各業 對 然後出這個外景 其實像你去在台灣 也是介紹在台灣各行各業 怎麼還可以找到海歸醫生 對 想不到 有些奇人意識 台灣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美麗的風景 也有一些人 有一些很溫暖的故事 對 透過做節目我們會認識一些人 知道一些故事 我覺得你去離山那次 我看得很感動 他那個山上因為921以後 就山路要從另外一個地方 巴士車就是他們唯一的進山 從台中風源開到山頂上的公車 那個開車的就等於他的 人家也不用講了 招招手就把東西幫我帶上山 對 就順便 順便 信幫我帶上去 大家都跟朋友一樣的 因為只有他在開車 他不帶也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那個很感人 而且自己一個沒有 比如說送信送到沒有地址的地方 就公車他下班是要在山上 就是他開到山上去 他不能回來 他要在那邊睡一天 第二天再開下班 才能回來 對 很少開公車是這樣子上下班 兩天一個班這樣 而且那個上山 如果晚一點上山 就全部是霧看不見的 身手不見五指 身手不見五指 是有點害怕 那台積遠這個厲害了 各位請看一下 台積遠一日的XX系列 就是說他到底做過哪些工作 他做過27種工作 差不多 對 已經做過27了 對 有清潔員 消防員 醫美助理 漁夫 建築工人 早餐店員 籃球助理教練 飯店供讀孫 你去飯店那天 人家不覺得供讀孫有點老嗎 不會… 我還當過門房 在那邊歡迎光臨這樣子 他們一看 便利商店理髮師 教官 職棒球隊的員工 交通警察 你那天會不會把人家交通 都搞砸 交通警察那天還很可怕 因為我們是去拍攝 我們不是執法人員 所以現場發生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只能躲在邊上看 而且有些時候 他真的那個領檢 還領檢到那個 違規喝酒就是酒醉的 那當場就 警員就是很不客氣的告訴他 怎麼樣… 你要來吹一下 怎麼樣… 然後他… 對… 然後我們碰到那種 我跟KID兩個就躲在邊上 根本就過去都不敢過去 生怕發生什麼危險 好 遊樂園的公讀生 趙船公的員工 電競選手 那你來不及耶 你電競選手 電競選手 我那是根本搞不清楚我在幹什麼 但是我也很努力的自己在家裡 因為有五個指頭要打六個箭 怎麼打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弄 上海小館的廚師這個你可以 這個可以 我做那個圈子 紅燒圈子 老師說我做的還可以 這個你可以 來 終於節目工作人員 我這邊埋伏了一天 人家沒認出來嗎 後來還是被憲哥發現了 我去憲哥的節目埋伏 當工作人員 他看不出來嗎 他最後看出來了 他最後還看出來 他前面沒有看出來我在哪裡 我蒙面子在戴口罩 蒙面子躲得很邊上 後來我上去的時候 不小心把東西搞掉了 他才看見我 對 籃球員日文系的學生你OK的 還可以 日文系 大賣場試吃遠 這個好 這好啊 我吃了一天 有這種工作 還可以 這不是客人去吃的嗎 沒有 還有專門有試吃遠 我要先試吃 可以的才能幫他推出 是喔 對啊 有這種工作 有 這飯店都有四歲員 有 有啊 這種工作介紹一下補學量 對 這工作不錯 有沒有試喝員 有 試喝 喝酒的試喝員 有 品酒員 有 有 有 不要忘了補學量 介紹我去問一下 幼兒園園長 大賣場的收音員棒球員 飛行學員 飛行學員 真的要飛啊 就是單飛的那個飛機啊 就一個人單引擎的飛機 那不是張飛 但是我不飛 就是說我們是去學 張飛飛會飛 對 她會 張飛會飛 輕航機 對 它是輕航機 但是我們那個級數 又再高一點 然後我們是去飛模擬機 飛模擬機已經很可怕了 我就差點飛到海裡面去了 就是在模擬的時候 真的很真 模擬我也開過啊 很真 不會成功的 如果真的飛機就是我 就是去了 對 降落幾次就撞幾次 對 對 但是我們很 我們很注意 我們就是很注意 就上那個課 我覺得你們兩個 出外景有一個 很重要的 大家會很希望 製作人很喜歡 你們兩個去主持 因為你們兩個 慈眉散目 看起來 就是跟地氣很接近 對… 這點好像還不錯 有時候會有些方便 就觀眾看到我們覺得 好像很親切 很親切 阿伯很愛 對 對 原本不願意給人家採訪的 可能因為我們去了 就願意提供一下 很像隔壁的阿伯 阿伯 對不對 阿伯來 有時候看到你阿伯 你幹嘛 會要求我們留下來一起吃飯 甚至還要過夜都會有 真的喔 對 會有這樣子 所以就是他覺得第一 你們是好人 是 第二 你們只很親切 所以這個是對不對 你戴的KID比較麻煩一點 不是還好 他怕人家 人家怕他會破壞 不會…還好有戴KID 為什麼 因為KID幫我做了很多事 要不然我都快掛掉了 不過在台灣的故事 這個你是一個人 對… 從應該講是 30幾歲開始這樣往外跑 跑到這個年齡 有沒有覺得體力有點差 體力上 確實有一些比較粗重的東西 就是以前做可能不覺得那麼累 現在可能會比較容易 就是沒有辦法負荷 像我前陣子到觀音山去杯水 他們要有一些鳳茶的 他們把水杯到山上給遊客喝 然後我杯了大概兩公升的水 就從山小夏就走…走到山上 那是我走到一個地方 已經很累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那個 居然講那個是落者的一個俱樂部 就走到那裡還叫落者 然後再往上走才是強者 那裡是落者 對 我已經走到快不行了 已經還是落者 那還是落者 繼續再往上走才會變成一個強者 所以它還有一個標誌 路上有一些杯 就像長者那邊 長者那邊有一個墓碑在那裡 有一個紀念碑 紀念碑 我也說墓碑 是… 落者才應該有個杯 真的 都有 都可以拍照紀念這樣子 真的 真的 你也差一點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阿亮在離山這個單軌小火車的直播 來 看一下 我現在做一個這個叫什麼 離山小火車是嗎 單軌車 單軌車 好 滿恐怖的 我們現在要開始 在半山要停下來 現在要準備最恐怖的波段了 好 開始了 可以啊 來 這樣你可能感覺不到可怕 我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 來了… 最可怕的 來了… 來了… 最可怕的 就是這裡… 啊… 而且我們身上是沒有任何 防護措施的 對 冒汗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這是一個單軌的 對 就是那個通常都是 這種東西都是第一次做的時候會害怕 做完以後覺得其實也沒那麼可怕 對 你後面那個小姐還在滑手機 對 你前面有個人比較沒壓力 因為你面對的就是 你看到的就是 就是山谷 就斷癌那種感覺 萬一有個很胖的人 他玩一玩 你們是不是都下去了 應該不會吧 那個應該都有 因為果農每天都在做的 照理說是滿安全的 我嚴重警告 哈校園不要去 對 一般很胖的人 他應該都不會去 應該會有一些載重的限制 其實黎山這個單軌車還好 黎山有一種流龍就是更厲害 流龍 就整個跨過山谷的 我以前做一個 我要當歌手 有一個女孩子 她是每天 每個禮拜坐流龍下來唱歌 她住在那邊 對 每天坐的就比較安心了 她為什麼不就住在基隆就算了 她就住到流龍 有的從小坐到大 那天來那個 我要坐上去之前 下來那個流龍 上面坐的一個媽媽 抱著她兩個 抱著一個小孩 他們也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就像坐一個 就像坐這個沙發一樣 下面就是山谷 坐這樣就下來了 我們坐的時候 都是頂成這樣子 全部都頂成這樣子 因為我們會怕 沒常坐 他們常坐根本很輕鬆 這就是流龍 你看到沒有 就是流龍龍 空的 從這個山到另外一個山 是這樣空的 你在上面 他也沒有保護措施 沒有 我那個經紀人就要求 我一定要掛一個安全帶 我那後面還 一般沒有 我就偷偷掛一個安全帶 掛新安的 那有用嗎 就是可能你如果掉下來的話 就是跟著流龍龍 勾一下 都會勾住 應該可以拉得多 可是他們其他人是沒有勾的 都沒有人家勾 就這樣子 從這個山頭到那個山頭 因為他們都要自己做的時候 他們都很注重安全 都保養或者做特別好的 所以他們在颱風天 是沒有辦法出來的 不可能 應該沒有吧 這不行 好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 你覺得交通很混亂 你去看看人家山上 對不對 人家是靠這樣子 靠流龍下山 台志願我們要看他 他是登玉山 你不要看我們這些歐巴 都要找那個很難的地方 就是要 我覺得一個男人 到了某一個年齡 跟女人的更年期一樣 就是要去肯定自己 要肯定 要肯定對不對 不肯定不行 對 上玉山 像小鐘他們都要上玉山 是啊 那個 我記得是帶威爾綱 拿什麼藥什麼 有用嗎 我都不吃這些的 你幹嘛啊你 我一跟他拚 你說不定 因為其實我這次去玉山的目的 是去體驗全東亞 就是最高的氣象站 氣象站的那個站長 他每一次都是要從山底下 爬到祖峰 再從祖峰爬到北峰去上班 上一個月的班 再走下來 再到別的氣象站去兩個月 就每一天這樣 每一個月輪一次 所以他沒有自己的家 他有自己的家 但他已經都 怎麼會有這樣子了不起的人呢 很了不起 他真的很了不起 然後他就 而且他這個一個月 在這個玉山上面的氣象站 萬一這一個月有狂風暴雨什麼 就他一個人 他還有兩個助手 但是他是專員 因為所有的技術跟這個科技部分 只有他會 另外兩個專員只是輔助他而已 比方說照顧他的生活 或者一般的收發 萬一他生病的時候 簡單的收發 可是他每一個小時 都要去觀測天象 氣候 然後向氣象中心回報 這個回報以後 就向全世界回報 不能出錯的 你說他這個工作是 是人幹的嗎 對啊 對啊 這很了不起 而且 我的意思是天晴還好對不對 天氣很壞的時候 他也得這樣做 也得這樣啊 還有過暴風雪 很難想像說台灣會有暴風雪 就在玉山就是暴風雪 就有 就有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台主演登玉山的直播 玉山登頂成功了 到底要幾個還可以 十塊 玉山 大家 玉山出功 玉山出功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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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 跟邰哥 KID KID 邰哥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邰哥 我們兩個竟然做到了 我們做到了 我真的覺得 我做到真的沒有什麼 我真的做到 真的太慘了 你還OK啦 你怎麼沒有死 差一點 等一下 這不是冬天去的 這前兩個禮拜 就前兩個禮拜 八月 七月二十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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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幾號去的 對 這是我們台北熱到不行的時候 台北山是37度的那一點 山上大概那個時候 差不多五度 然後那天剛好很奇怪 碰到十級風 十級的陣風 然後後來我們上到 為什麼你們後面霧茫茫的 全部都看不見 我們登頂的時候 就是下大雨 完全都看不見 然後本來是霧雨 就類似有霧的那種雨 但是後來就下大雨 然後那個風就是 不抓住的話 很可能就吹下去了 陣風 瞬間陣風 大概有十級到十一級這樣 等於一個小型颱風 所以你們出去的時候 要飽點血嗎 出外景 請抓寶可夢 大叔去餵完秀遊 接這個節目 就是可以到這次這個 不同的地方去抓寶啊 像是我們這次去荷蘭外景 我看著那個火焰鳥離開 我是抓那個成龍的時候 是在巴黎的渡船筒 我已經去巴黎沒有抓到 已經騎回關渡了 路上有個人他有地圖 他說成龍... 就在巴黎的渡船筒 你剩十分鐘不到 掉頭 你們出去的時候要飽點血嗎 飽了一點 多少飽了一點 幾千塊錢飽了一點 保心安的 感覺上是不是 感覺上你這個 你這樣出門老婆 兒子擔心嗎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在各自的地方玩耍 就這樣 太危險了也不會讓家人知道 對 太危險了也不會講 對 不想讓家人知道 讓他們擔心 拍出來才會說 你去了哪裡啊這樣 可是我們在攀爬的過程當中 我是覺得 每一次這樣攀爬 其實玉山已經很簡單 但是我們因為不是常爬 所以還是覺得上 尤其高山上面還是缺氧 但是帶領我們的登山巷島 他已經60歲了 他背了大概50公斤的裝備 劍步如飛 然後還拿了一瓶啤酒 沒有酒應該是 沒有辦法上山巷 周竹的勇士 讚 讚 真的了不起 讚 所以我覺得人的身體 是有無限錢 他登玉山登一千次了 好像逛他們家後花園 對 逛後花園 要不要去玉山逛 走一走 好 其實出外景是很辛苦 我記得阿亮常常說 我要謝謝我們的團隊 大家都是很辛苦 真的 是不是 攝影師他們更累 他們那個機器就幾公斤 還有扛機器 電池更重 你這講對了 因為我們是順著爬山 他們是盜著在爬山 對 這些這些攝影師 會不會得暈眩症 而且攝影師很奇怪 他們真的膽子都特別大 高的地方他們一定會 整個身體懸空這樣出去拍 而且他們要要求 一個畫面好不好看 因為不夠出去 再出去一點好了 就這樣 就我們要到很高的地方 他要到個比我們更高的地方 更高的地方 才可以到我們 對 對 你要做流龍 他得先坐過去 再拍你這樣 是不是 我們已經爬得快死了 他要先衝上去 等我們 他們還有主觀鏡頭 然後到對面等我們這樣 也好 我們就有人先做一遍給我們看 是啊 其實不怎麼樣 我們就好像 他就幫我們試菜那種感覺 沒錯 所以真正不是人幹的 是攝影師 攝影師 在外景真的是 真的是苦 坐船的更可憐 還要對兩個焦距 結果他自己也要平衡 然後攝影機也要平衡 結果通常攝影師拍完 都會到旁邊去吐 會嗎 坐船都會這樣 坐船的攝影師很多 我們在船上的時候繼續 攝影師你們有吐過嗎 坐船的話 比較滿會吐 吐 你們也很感激現在 在房間 穿著毛衣 好 好 現在我們來聽聽工作人員 來談談曝學亮 OK 第一趟選黎珊 是想說 因為黎珊應該 有一些他沒有經歷過的東西 比如說亮哥已經50歲了 也還滿擔心說 他有沒有辦法接受去搭 那個單軌車流龍 因為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險 所以我們在事先 事前也是做了很多的安全措施 甚至還跑去問經紀人說 亮哥到底有沒有辦法搭流龍 搭單軌車 結果亮哥也跟我們說 覺得單軌車沒有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在中國看過更恐怖的 結果到了拍攝現場當下 他其實現場我覺得他臉色已經有點變了 然後直到他搭上去之後 我在現場聽到那個 他的聲音 他的串裡面只有兩個字 就是他只說完了完了完了 其他就在我沒有聽到了 就只有完了完了完了 如果你不去提亮哥的年紀 其實你看不出來他其實是一個大叔 因為他其實有個人的毅力跟體力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必須要說一下 有一件事情 從第一趟在離山的時候 他常會躲在角落一直在滑手機 後來才終於明白他原來是在打盗館 他總是有辦法在那個可能連收訊都不是太好的地方 他就是有辦法打盗館 就是他無時無刻只要可能導演喊咖 他可能有空檔 他手機就會拿起來 開始看 這邊到底有沒有什麼寶可以抓 我真的覺得 這件就是非常大叔的行為 原來你接這個節目 就是可以到這個 不同的地方去抓寶 有啊 這剛好他講的跟我一樣 什麼 我也是這樣 對 你到不同地方 那道館不同 還可以順便打卡 對 現在又有新的功能 又增加那個道館的那個打卡 你們這些歐巴很無聊啊 不是 而且你出國 你又可以在荷蘭抓到荷蘭的東西 你在法國會抓到荷蘭的東西 大國的東西 對 有限定版的 就哪個國家才有的這樣子 對啊 對 順便 像是我們這次去荷蘭外景 我就沒有碰到那個小 那個叫什麼 那個玩偶 木偶 我就沒碰到木偶 就很遺憾 那再去啊 對啊 我去荷蘭的時候 還沒有寶可夢 很可惜 很可惜 後來才有 我也錯過火焰鳥了 然後那個 最近有火焰鳥 極凍鳥 極凍鳥 你有嗎 我都抓到了 你都抓到了 因為後來沒有票了 只好花錢買票 你抓到大隻的嗎 都抓到了 大隻的 你抓到了 都抓到了 好屌 我們何必講 什麼出外景 跟他們講抓寶好了 你看這兩個人講到抓寶 有多開心 對啊 我都沒時間去抓 真的 剛好都沒碰到 就限定就兩天 剛好都在別的外景 你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都沒有 剛好是別的外景 對啊 然後我一眼看 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看著那個火焰鳥離開 為什麼知道 最後剩下一個小時 我要已經走到道館 要準備跟大家一起 要幹什麼 邰哥 外景開始了 外景也是有訓 要不然我就抓一隻荷蘭鳥回來 外景也有訓練體力 對啊 我也是抓那個成龍的時候 是在巴黎的渡船頭 我已經去巴黎沒有抓到 已經騎回關渡了 路上有個人他有地圖 他說成龍 成龍 就在巴黎的渡船頭 剩10分鐘不到 掉頭 我就衝回去 我跟你講 抓到第一隻成龍 你成龍是吧 對啊 大蛇怪 我是在那個不知道一個什麼 咖啦橋裡面 一個什麼工業區裡面 已經看到那個裡面 說這個人 怎麼可以把這個人 站車開到這個裡面來抓 完全沒有路 後來倒車出來的 這樣子抓到的 這樣抓到 有些是還滿有樂趣的 我們今天聊的題目是什麼 如何去抓寶 抓怪 這個其實一件事情出去 又可以拍外景 又可以賺錢 又可以抓寶 人生何樂不為 是啊 是不是 多好 而且有人幫你開車到那個地方 很平安的下來慢慢抓 吃飯時間到了 還有人幫你找在地好吃的東西 就是啊 不用煩惱 弄得好好的 真的 很感激 很感激是不是 是喔 就是辛苦一點 但是這個辛苦也不苦 不苦嘛 對不對 你看照工作人員一看 你都一直在這樣 還有時間玩 而且時間也不會等很久 不會 有時間搞這個東西啊 就不會覺得 所以他們要架機器 或打燈的時候 我們就有空檔就可以玩一下 但要開始拍我們 就把它收掉沒關係嘛 保一直都在 都在 對 不著急 是這樣子的 到哪裡都玩 剛好可以悠閒你的 等待那個開工 出外景辛苦不辛苦 不辛苦 不… 一點都不辛苦 好玩… 對啊 又有吃又有玩 人家還給你錢 我們這年紀到哪裡去找這活 是不是 對啊 就是很簡單 而且還有體力 還有體力 對 是不是 但是我告訴你 你這些工作不是人幹的 真的不是人幹的 這裡頭最辛苦是什麼 其實最辛苦的是那個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 玉山的那個氣象站的以外 還有消防人員 消防人員真的苦壁了 這麼熱的天 他還要穿這麼重的衣服 他要穿那個三層的防火衣 就是如果說 臨時要出勤的時候 就馬上就 他們在待命的時候 就已經穿好一半了 再… 你想… 就上了 就這樣 然後他那個防火衣 可以防900度 900度的火的那個熱度 可是我們就在訪問當中 我們就了解到 這個消防員有多偉大 他們衝進火場的時候 很可能會有氣爆 對 他瞬間會到達兩三千度 你說那個 那是冒著多大的生命危險 衝進去的 然後那個小隊長 我說小隊長 我想請教您 您衝進去的次數有多少 他說 大概有一百多次吧 這是很偉大 其實他們那一剎那 完全是忘了自己 沒有…沒有想過自己 沒有想過自己 對 沒有想過自己 有素薯的那種根還精 然後把它裡面的汁弄出來 結果我們也就喝了 喝完以後 才知道它的作法 他們是裸竹 挖出那個 然後就擠把它咬 把它咬出汁來 把它吐在一個盆子裡面 然後再找一個女生的裙子 就把那個汁再擠出來 等於是過濾 過濾完之後 然後變成綠綠的那個 就變成我們喝的 您這不給他一個果汁雞的 我覺得小小我想請教您 您衝進去的次數有多少 他說大概有一百多次吧 這是很偉大 其實他們那一剎那 完全是忘了自己 沒有…沒有想過自己 對 沒有想過自己 所以只想著去救人 然後我問他說 您為什麼想從事這個行業 他說因為我的爸爸 就是一個消防員 我覺得我要像我爸爸一樣 好了不起 很了不起 其實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 家裡你看 這個 這個小狗更是了不起 他兩歲 他爸爸媽媽都是企毒犬 然後這個小狗他叫Nara 救難犬 救難犬 對 所以他一家都是為國家奉獻 他只要看到那個友人受傷 他們訓練他就是 一看到他就是 站在地不能動 他就一直叫 一直到防護員過去 找到那個受難者 再把他 然後我們在演習的過程當中 就看到 他就在那邊叫 然後還有一種救難犬 是說 他如果叫了半天 你都不來 他其實他會在脖子上 掛一個那個 好像閒環一樣的東西 他會把這個東西咬著 衝出來 在你身上這樣抓你一下 抓你一下 他不會叫 叫牙的 不是 就是他怕那個指令錯誤 指令錯誤 就是他是怕那個錯誤 然後他在帶 他抓你一直就帶你到現場 你不要以為他想你抓他養 不是 他是有工作 對 他有工作的 但是很好笑 後來我們才清楚說 原來這些狗狗被訓練以後 他們都覺得是在玩一個遊戲 對 狗的理解是這樣 狗的理解是這樣 這樣子做 跟坐下什麼什麼動作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好可愛的狗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台智遠的 365行的火體驗 火體驗 火體驗 來 我們看看 出去的狗狗 我不會 我一個狗狗 一般是我們如果是說 比較反之起的 這樣 會狗狗 會狗 會狗狗 會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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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是不是就建議 這種人最好是 不要經理這樣 我才會很痛 是嗎 你不要為你自己 找一些退路 報告成長下 我們的另外一個副船長 我們的副船長去對了 副船長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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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海不到5分鐘 就睡成這樣耶 為什麼不乾脆在家裡睡啊 好 不要吵他 因為他這個時候有點暈 你這樣要起來 他會吐得滿船都是 我現在正在船頭上 可以說是領航的這一艘漁船 要到下一個漁點去 然後今天KID的表現還不錯 我剛剛怎麼在船艙裡面 因為運籌為吾你們吃都沒看到 是不是 要帶我現在開始幫我們的鄉親 收垃圾了 來 出發囉 那你要抓一抓 抓好了 好 好 走 幫你上去我們在下面 好 好 我覺得我們的民眾喔 都很有禮貌 也很有水準 每個幾乎啊 都會說幾乎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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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位今天的表現 是可以直接錄取正直的 歡迎邰哥跟新龍哥 一個星期六點早上過來掃地 直接報到 對… 我們還有早上的掃地 為什麼早上還掃地 清潔隊員還要掃地 早上四點多就去Standby 準備去掃地 除了收垃圾還要去掃地 去掃地 清潔工事掃地完了 所有的工作 我們全部都要去體驗 光含它的垃圾一直到 垃圾車這種天這麼熱很臭 非常臭 對 非常臭 很多民眾在分類上面做得算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你們會知道哪個是丟當 對 堆 但是很多人就一般堆肥跟那個 噴 就是廚魚 廚魚會分不清 對 什麼叫堆肥 其實堆肥就是一般 比方說果皮 或者說是那個叫什麼 乾的 就是比較乾燥過的 就比方說你魚骨頭 或者說是什麼 這些都可以做 其實可以做成堆肥的 但是要乾燥 不是菜 菜就是噴 對 就是收水 那是收水 這個也要分開 我以為都是可以吃的 就是食物 食物都放在 堆肥是堆肥 對 那誰來分呢 現場有清潔員會教我們 然後我們有時候分不清 會說大哥請問一下 這個是堆肥還是什麼 他說這個是堆肥 就這樣 他會把它分開來 然後我們現場 要把那個袋子解開 其實你看我們有些時候 都會拿垃圾下去 到的時候都會想趕緊就拿給 清潔員 咱們就趕緊跑了吧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沒有想到 他其實要把你這個袋子 要把它解開來 然後幫你把這個東西 都倒下去 所以你下次的時候 你乾脆 用那個碗 或桶子把它弄好 你幫它倒乾淨了 你再拿 要不然他又要再多一道手去 工序幫你解開 家裡有一個廚餘桶是 廚餘桶就是噴 就是噴 拿去倒的時候 是整個廚餘桶 對 對 就不要再垃圾袋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垃圾袋 垃圾袋就不用了 但是垃圾袋是要歸垃圾袋裝的 就你要裝可燃性的垃圾 對 滿複雜 我記得那個 是不是 隔行如隔山 對啊 但是你看這些清潔員 它其實對我們這個市區的 市容的維護 還有家庭的這個維護 太重要 起到太重要的效用了 太重要 你知道台北市 我覺得很了不起 就是比如說 一個颱風完了 前面樹垮了 你只要走出去 你幾小時以後 就乾淨了 小姐 你講到這個 這個真的是 我們要替他們發個聲 他們有些時候 這個颱風一完 他們人手不夠 結果他們的家人 還來幫忙手 幫忙來做免費的義工 因為他做不完怎麼辦呢 所以我幾個孩子 幾個孩子我就來幫爸爸 就來幫忙 幫媽媽掃 就這樣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真的看到這些 這個基層的這個工作人員 我們真的要非常感謝他們 我們要真的很感謝他們 我常常覺得 有些人對基層的工作人員 有的時候很兇 或者說你怎麼沒有做好什麼 其實他們都在做一份工作 對 而且你沒有分類好 他不讓你丟 本來就是他的工作嘛 是不是 你自己不知道還有些人 他故意 比方說我們那個垃圾袋 不是粉紅色的嗎 上面會有那個號碼 說是編號是多少 但是有些人真的有 就是外面買了粉紅色的袋子 騙人 也有 但是這樣的人占少數 是有的 有...街上有人在問 自己做DIY做一個假的是不是 有... 何必呢 你就省這幾塊錢 真的是 也有藍色的 對 也有 有藍色的 其實補雀亮去的地方 其實從世界那個十個國家 對 十二個國家 十二個國家 那真的又是不一樣 因為國情不同 遇到的事情都真的不一樣 對 其實大部分都還好 其實語言不通 就用比手畫腳的 對 最遠你到了哪裡 最遠我應該算到 加拿大算滿 看極光的地方 算滿遠的 好羨慕 加拿大那個白馬... 白馬市 歪貨市那邊 另外有到一個火山 到那個就 成龍大哥拍那個電影 那個十二生肖裡面 有一個火山那個火山口 在那個萬納度 那裡面還有一個裸足 有一些都是不穿衣服的對不對 跟裸足的人還相處了一天 對 裸足的人是現在還裸 還裸足 都用直接磨那個 鑽木取火的方式生火 然後煮東西 就是挖一個土坑鋪葉子 把東西放進去 把它悶熟了再拿出來吃這樣 好吃嗎 還可以 就是在那個地方就是 他們已經給你最好的 其實如果你在平常你不敢吃 但是你要這麼熱情招呼你 而且你覺得 他們平常沒有吃那麼好 你就不好意思就會吃一點 那感覺好不好吃 其實不會好吃 真的不會好吃 你看人家表情你就知道了 有些東西真的很可怕 你吃了才知道恐怖 像也是一樣 就去瓦拉圖那邊 他們有一種很像那個就是 男人不工作 女生工作比較多 男生他們到黃昏 就聚在一個草棚裡面 然後就會喝一下 那種飲料 不要叫什麼東西 綠色的 它是挖一種樹屬的那種 根還筋 然後把它裡面的汁弄出來 萃取出來 喝那個以後就會有點 好像喝酒一樣 會有點放鬆 迷幻的那種感覺 我們也就喝了 喝完以後才知道它的做法 做法是什麼 他們是那個就是他們那個蘿豬 挖出那個以後再把它咬 把它咬出汁來 吐在一個盆子裡面 然後再找一個女生的那個裙子 那裙子是有那個可以透的 就把那個汁再擠出來 等於是過濾一下 過濾完之後 然後變成綠綠的那個 就變成我們喝的 你怎麼不給他一個果汁吸的 是 你在喝的時候你怎麼會知道 你後來喝完以後 你看節目播 那個汁有帶回來給大家分享 沒有...沒辦法帶 真的不用... 太噁心了 下次你跟吳宗憲講 叫他去那裡出外汁 那一集我可能不方便 大死不放高空彈跳 海志願怕見閻王岩 有些東西我還是真的是 我真的沒辦法吵 比方說那個Bungie Jump 那個有教練幫你頂到 教練幫你頂... 幫你頂... 八個人抱著我跳 我也不能跳 一開始很害怕 結果一出去好開心 不敢... 你不要放我 高彈跳的時候 像我們是屬於諧星 它會加長讓你摸到水 我只怕這樣下去之後 不小心摸到眼光眼虎 其實我們這裡有兩個 這個是歐巴出外景必帶的東西 對不對 對 所以出外景你必須要有它 有它的原因是什麼 你能告訴 手機一定要有 對 那個就沒有放在這裡面 可是譬如說帶了不見得 有地方可以充電 現在還有一種 太陽能可以充電 那以後可以買起來 對 但是剛好碰到雨季 那天都沒有太陽 你到了預算上面 沒有太陽對不對 而且其實 其實還有一個KID聊你 我們看一下 KID說話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 他沒有真正的不開心過 我老實講 我覺得他所有的不開心 全部都是 在一個表演給大家看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太棒的人了 因為他其實非常怕出海這件事情 他真的非常非常討厭 因為他就是一定會吐 我覺得沒辦法 這是天生的 所以他其實就很生氣說 為什麼我們就是一定要拍出海的 這個節目內容這樣 他氣著氣著罵著罵著 但是到最後 他人還是出現在船上 那雖然說他就是一整天 就是睡在船上時 然後都也不阻止 然後在那邊睡 然後等到醒來的時候 已經是下船的時候了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勇氣 這個佩服是滿滿滿滿滿的給他加分 但最近有點不準 因為最近他好像更年期快到了 就是常常易暴怒 我也常常被他那個掃到台風尾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邰哥現在網路上的這個 綜藝節目 木耀四超完的製作人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說 邰哥很敬業 但他還是有怕的東西 他怕高 怕快 怕死 怕痛 怕累 比如說我們去遊樂園 錄那個雲霄飛車他就會怕 或者是我們去錄那個飛機 上天空他就會怕 但是呢 我們只要在現場 哄他 就說 邰哥你真的很帥 然後你的鋁粉很多 你的肌肉很大 然後你真的 看不出來是一個老人家 你很像一個年輕人 真的很屌 大家都很愛你 這樣哄一哄 他就會願意去錄外景 所以基本上他在外面 在外面錄外景 遇到一些比較 他不願意錄的部分 用哄的就可以了 我覺得不能說他是俗辣 就是說他比較喜歡 聽一些好聽的東西 其實他真正 他的面目是這樣 什麼發抖 簡直不能說吧 你不是就是那個 胡言亂語 你不就是那個救難犬嗎 對 是不是 給個肉桿我就好像 對 要紅 去玩對不對 對 而且你棒 你好棒... 來 對 穩定性還滿夠的 但是 而且你比救難以前 糟糕一點點 就是你怕高 怕死 怕痛 你怎麼怕這麼多東西 你怎麼怕這麼多東西 都怕了 都怕了 真的 你什麼都怕 我告訴你 其實歐巴一樣 膽子都不大 對 就是 老實講 你們膽子大了 就從軍報國去了 你不會來幹這一行 就是 做節目可以體驗 就是你原本不敢去做的事情 因為做節目 然後如果你主持人不做 那怎麼看呢 所以後來 因為做節目會體驗到一些 原本不敢做的事情 不過有些東西 我還是真的是 我真的沒辦法嘗試 比方說那個Bungie Jump 這個跳下來這個東西 高雲跳傘 我跳過 你跳過嗎 這個我不行 這個絕對不行 你自己跳 那個有教練把你頂到後面 把你頂到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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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很多都有人幫你 這個真的不行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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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這個絕對 我一開始很害怕 結果一出去 好開心喔 不可以... 你不要放我 因為你不會 那個地面 地面很遠 我跟你講 可以抓寶 這個寶你抓得不可以 不可能... 這個真的不可能 來... 試試看 你看 你要不要 你這個是澳門 澳門的高空塔 我已經會嚇得見 這是他們嚇死的 嚇死... 真的嚇死 這是在澳門 是不是 它就一個走廊 然後就一定要我在那邊 拍一張那個照片 然後結果那個繩子 拉著我的時候 那個鋼繩拉著我的時候 我還這樣 他不是誰弄的 就抖了一下 我只抖了一下 這我完了 那個上面有個滑軌 可以滑的 你可以走一走 滑出去 煩死了 還可以這樣拍照的 這很高 就是啊 就很高 我這次看 還有高空彈跳 那旁邊還有一個高空彈跳 對啊 那誰 那個KID就這樣跳下去 就跳下去 他無所謂 他有所謂 試一次就不怕 試一次就好 不可能 試一下 我們以前高空彈跳的時候 像我們這是屬於諧星 他還要加場 不行 他會加場 要讓你摸到水 你說沒有人可以摸到水 你摸水 結果我們還要秤體重 然後拉長 就是跳下去 他要告訴你 叫你 叫你 不能夠手開開這樣 會打到會痛 要擦到水 我們來看看 這兩位 胎子眼外景就靠他 咱們來看看 你靠的是什麼 好 胎子眼就靠 水 水很重要 水很重要 最重要 沒有 其實我 我還漏講了兩個東西 巧克力 巧克力跟小條的肉乾 這都平常都可以救命的 真的 那你是 就是說你掉了以後 就萬一辣對或幹嘛 辣對的時候 對 但小條肉乾小小的那種 對 手機 我比較 處女座比較龜毛一點 東西帶比較多 有 不多不少 防晒 防蚊 你看看它 都涼 而且水還要保 可以保冰的那種 可以冰的比較久 保冰的 你知道沒有冰水地方 可以喝冰水 防晒的 這是防蚊的 這是 這個是有時候去晚上 有些地方比較陌生 不好睡 你要帶一點自己習慣喝的酒 沒有 這個就是那個木鼠水 擠到這裡 不是 其實最近這幾個節目 是非常的熱鬧 你這個 據說還要再去 更多挑戰 體驗不同的工作 每個工作要再去挑戰 再去挑戰一下 再去挑戰一下 如果哪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你 我要裝作不認識你 然後叫我跳傘嗎 一日跳傘員 這個不可以 這個 絕對不行 我覺得真的要試一下 不行 這個 我跟你講 人一定會有最弱的這一點 你都 你都到澳門都這樣 那有繩子 那不能飛機上牽一個繩子 這樣這個不行 我跟你講 其實在台北 就有一個近郊的地方 他就是拍大頭兵的時候 就是專門訓練跳傘 訓練閃兵的地方 我知道了 不然先從高空彈跳開始 不行 我不是開始都不開始 你只要把握一個原則 就是千萬不要有 想要跳的感覺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想要跳 他一蹲下來就軟了 就沒有再跳下去了 這個訣竅 我不想提 往前倒就好 不要教我 木耀是超狂 超完 超完的製作人 我們努力的達成這個任務 好不好 就是讓這個 高空彈跳或跳手 不… 不… 阿亮還想去什麼地方 我該試的都試過了 很多人都以為我全省走透透 但是這樣台灣雖然不大 但是沒有辦法走透 走透透 每個地方都有 你可以 你去十幾遍 二十遍 一百遍都不見得能夠走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其實每個地方再去 它有不同的風景 值得一去再去 值得一去再去 我最想試的 我一定要告訴你 好 如果這一道菜讓你高空彈跳 沒有… 別亂來… 不要…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加油… 在每一次我要錄OS的時候 我都會找一首歌 今天我們訪問的是 普學亮跟台志遠 他們兩個是歐巴出外景 大叔們走出攝影棚 突然我想到普學亮 曾經唱過一首歌 叫做 《騎著我的夢》 太像這個節目的主題曲了 所有的傳說 都出現在我左右 所有的故事 都寫在我眼中 來… 她告訴我說 小燕姐 在台灣的故事 節目已經十幾年了 但是她說 台灣雖然不大 但是每個地方 每個人 每個人的故事 都非常值得去體會 值得去訪問 這也就像台志遠 她最近做的一個節目 叫做木藥寺 超好玩 超好玩 也就是說 她去做別人做的工作 各行各業 有二十七八種消防員 清潔員 護士 任何的行業 她是真正的去過 她們一天的生活 我要老實說 隔行如隔山 她去做一天 要休息好幾天 這也就是說 每一個人 大家都在辛苦的過日子 要去去補學亮 她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她也沒有想到 她真的就是環島 去到每一個地方 不管是高山 還是海裡面 她說 你們要是看到我 請跟我揮揮手 我想知道你們的悲歡離合 我想知道你們的故事 我也希望能把你們的故事 傳遞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記著我的夢 踏著地球往前滾動 我還喜歡看一些行腳節目 雖然它算是一個紀錄片 但它卻是我們真實的人生 尤其大叔們 自己的人生已經過得還不錯 但是再去體會一下 別人的人生回頭想想 自己過得還不錯 謝謝你們兩個 大家想要有約 明天見